大家好,欢迎收看大乐的解说,咱们来看温州20强大战温州石头强,现在双方打到了第12局,比分7比4,现在是20强领先 石头强的战术就是拉开了,然后给你用这个重拳重腿啊,然后给你进行一个卡距离的战术,然后20强就是猛攻 石头强扔一波,他也不着急进攻,就发慢火,但是他血少啊,他还得往前攻一攻 刚才20强想用一个脚刀躲拨连攻击,没成功,继续发火,连续发 石头强急的,他会发一个快火,正常情况下他不会发快火,他发的都是慢火 直接原地跳,打着对手的一个下中拳队,这是20强取胜 比赛就是前期的20强积累的这个血量比较多,石头强这种相杀战术并不好使啊 石头强是上来拿到先手形,这种比赛就让20强可以在很轻松的来攻一波 继续,中腿压一波,想过来抢背有点远,发火 立比花燃走一波,头锤直接压一个,这个一整远处以后继续再发火 发快火,说明石头强心态有点着急 应该是他正常是稍微有点慢火的节奏,这是快火 看石头强寻求的是跟对手一个互怼,但石头强选血少,互怼还是很吃亏 又有挨打,直接抢背,但是没有背多少血 攻一波头锤,二枪跟你互怼 清拳点防你的头钻跟脚钻 原地打一波先防好,不敢乱动 有个失误,原地跳下中拳,原地跳中拳 又打到了这个温州16强,现在是20强是8比4领先 先大乐解说喜欢这个温州两位高耍,20强和16强的朋友们可以点上关注 感谢大家的估计和支持 对,因为这个16强打的最放松的时候,是血量领先的时候,但是他血量现在非常少 还是要注意一下,你看他打了半天不如20强一个重拳 所以有时候打吧,就是比较的这个不舒服 这个重腿踢半天,跟对手护腿拨表面上看,其实是有一点血量优势啊 其实但是这种这种打法比较吃亏,你血量多时候打些 这样血量明显又降落,落后,然后20强可以稳稳的打一波 下手腿原地踢,刚才这重腿打了一波 想直接抢背,20强直接拿脚刀压一波,继续再点背,取胜 他这个轻腿过去以后一般情况下,跳轻腿过去以后一般都是抢背 这套路也是比较熟悉他们的,看的比较多,所以能比较清楚的讲解出来 在脚刀带对手连攻带防 取量多,慢慢打 射墙还要过来,脚刀带对手啊 刚才又压一波,也没敢乱动 双方都是马杆打狼两头怕,但是还是16强可能是血量少啊 他要压一波,左右则他不敢走,因为脚刀起身可以压一波 过来点背,16强抢背已经为时一晚 直接过来以后又一个,直接背啊,这招有点狠 16强直接开始压,压不住啊 20强操制过急,被16强角断击中以后晕倒 直接一个抢背,双方进入第三局 硬背,发火,连续发 再发 失误啊,这个16强挨打不冤啊 头钻失误 好在20强也是愣神了 没想到16强会出现严重的这个失误啊 中腿踢一波,踢走 发快火啊,有点着急了 想抢背,还是慢慢打 头水,下中腿连一波,再发个波 瑜伽之火 在这个16强这个气势上看,好像是比刚才要好很多啊 卖鞋抢一波,但是费血太少啊 起身躲这个,想用这个脚刀没成功 这样的话8比5,16强扳回了一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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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